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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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今天呢 來接續我們上個禮拜應該要講的 但沒有講完的就是 我們講說我們敬拜釋奉 其實最基本的就是預備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預備事 那我們講到預備事情呢 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樣預備一次敬拜 挑選詩歌 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有的弟兄姐妹跟我反映某一些部分呢 就是牽涉到樂禮的部分 覺得不是很明白 那那個沒有關係 那就是鼓勵大家 不論是主領和聲 如果是樂手 那其實更是需要去認識一些樂禮 那這些原則 你可以先把它聽著 把它記著 然後試著去瞭解 一個基本的調性的概念 那我們日後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再把它講一次 那其實網路上關於調性的課程也很多 包括有一個叫好和弦大家知道嗎 他其實講樂禮的東西講的 我認為比我還清楚 所以如果真的要學的話 其實可以去搜尋一下 但也有可能大家會不知道自己要搜尋什麼 所以之前我記得 敬拜團同工就是文雲 那一期也有挑一些課程給大家 我們這個動作可以再做一次 就是基本的調性的介紹的課程 我們會貼在敬拜團的群組 讓大家來去看 來去學習 那你對於調性有一些基本觀念之後 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的 比方說 從C key到D key到E key 這就是一個上升的調性 那自然而然就是 你的敬拜的那種感覺 就會越來越往上 就會比較容易強烈澎湃 那如果你的調性是往下的 那自然而然它就會比較 往比較安靜跟沉穩的方向前進 就是音樂本身會對人產生的一個感受 那如果我們要說更細緻一點的話 比方說我們會說C key 它就是比較容易一種很 那種明亮的 那種就是這個 帶著大家一起往前進的有動力的歌曲 那如果是D key的話 它就比較容易寫成 就是我們一種自我內心的省察 這樣子的一種特性 那那個是講的比較細緻的 每個調性還有每個調性 它會產生的一種感受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 但如果我們去理解這一些 那對於我們在做很多事情 關於音樂的事情上 也會有更好的一個情況 好 那上禮拜其實還講了很多 但跟大家講我認為上禮拜比較要緊的是 希望大家能夠釐清敬拜跟敬拜事奉 這中間觀念上的差異 就敬拜它是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它是生命的事 但是進入到事奉 我們要帶著弟兄姐妹跟我們一起敬拜 這就會牽涉到技巧的事 所以我們所有練習的關於技巧的事情 它都不是敬拜的本質 但它是一種表達 而表達就會牽涉到我們能不能夠很好的去引導別人 進入到這個敬拜的裡面 所以有的人說 這個生命很重要 只要好好的敬拜就好了 這對不對 可以是對的 但是那就會形成 那就是我們自己可以好好的敬拜 但是我們就不容易去幫助別人跟著我們一起好好的敬拜 所以我們如果要幫助別人跟我們一起好好的敬拜 那技巧它也是有相當的重要性的 好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到 侍奉的器皿的預備 也就是人的預備 那我們先來思想這個敬拜的啟動跟目標 或者是說在PPT上面 這是第二個 我們要看第一個 對 好 敬拜的人的預備呢 我們講四個方面 第一個是我們要了解敬拜的啟動跟目標 那第二個我們要了解敬拜侍奉的核心目標 就是引領人一同來敬拜神 那第三個我們要知道敬拜的侍奉 源於敬拜者的生命 這就是內涵 然後第四個就是敬拜的侍奉 顯明於適當的表達跟呈現 這就是技巧 所以我們要預備我們這個人 我們就需要預備這四個方面的事情 那我今天也會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對於你的服飾是有影響的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為什麼選這首歌 我們期待他達成什麼樣的效果 而他也可以達成什麼樣的效果 我們就能夠更聚焦 就能夠更有力量的去帶領大家一起進入 如果我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相對的那個引導的力量就會比較弱 當然聖靈他會自己動工 這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認識的更清楚 我們就不至於落到一個景況就是 我也不知道今天服飾為什麼變這樣 也不知道服飾改一天服飾為什麼那樣 就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挫折 也不知道自己狀況為什麼好了 那如果我們更多的知道一些這些的原因 那其實就能夠幫助我們在服飾的品質上面 就會漸漸趨於穩定 那在侍奉的品質上 穩定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比方說我們在教會裡面 其實也不要講困擾 就如果有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不穩定 那就會造成比較多的需要處理的情況 那這個如果我們能夠讓自己能夠趨於穩定 而穩定其實也是一個成熟的一個記號 小朋友或青少年他們的特徵就是不穩定 對不對 就今天跟你說好好的 明天就翻臉了對不對 然後後天又沒那麼生氣了 大後天又翻臉 這就是小朋友 那成年人 成熟的人 就是能夠趨於穩定 而穩定不是代表沒有事情發生 而是他能夠包容 而是他能夠包容 能夠接納 能夠吸收很多的衝撞 很多的問題 以至於他能夠 這個 就泰山崩於前而 面不改色 就是能夠 很有力量的去做 他所有該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第一個來看 我們敬拜的啟動跟目標 敬拜 就是真實的降伏於神 並且將神配得的榮耀歸給他 其實敬拜就是這樣 那整體來說 敬拜其實是一種 因為我們認識神 而願意順服獻祭的生命形態 在羅馬書十二章一節 告訴我們 什麼 我們當將自己 將將身體獻上活祭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如此行 本是理所當然的 那我們如此行 本是理所當然的原文 它就是說 這是我們應該 向神獻上的敬拜 那這一節經文 其實就很清楚的 讓我們知道 我們該向神獻上 什麼敬拜呢 就是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會發現 順服獻祭 乃至於敬拜 它所說的都不是什麼事情 而是我們生命的 而是我們生命的形態 而這種願意獻給神 那獻給神做什麼呢 其實聖經又告訴我們 我們原是神手中的工作 是在基督耶穌裡做成的 所以我們把自己獻給神 那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保守自己 其實永遠保守不完全 對不對 願意竭力的保守自己 是聖結的 是神所喜悅的 然後讓神做成 祂在我們生命當中 祂要做的就是 基督的生命在我們的裡面 所以真正的敬拜 是從獻祭來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敬拜神 要有向神獻祭的認識 什麼是敬拜呢 我舉個例子 我們每個禮拜來練習 對不對 假設 假設每個禮拜 我們都要花兩個小時 到兩個半小時來練習 如果有一天 你發現來練習都說好 只有你一個人來 你會有什麼想法 假設連牧師師母都那個 都無理由的翹班了 就都沒有來 你會有什麼想法 會覺得下一回也不要來嗎 會 會對不對 那如果連續三個禮拜 你都發現這個情況 你會有什麼想法 大概你就不想服侍了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跟獻祭有關呢 首先第一個 敬拜 就是獻祭對不對 獻祭其實就是歸給神 如果我們已經把這個時間 分別出來歸給神了 我們是帶著這樣的動機 那麼理論上 是不是不論這個時間 我認為是怎麼過的 我是為神而保留的 獻給神了沒有 獻給神了 那麼都沒有人來的時候 你可以做什麼呢 你可不可以自己練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成為你跟上帝之間 一個非常美好 因為獻祭就是這個時間 就是主我獻給你 不論做什麼 我是為了 我是為了 與神產生美好的連結 是為了上帝 而我給出來的這個時間 而我給出來的這個時間 我不是為了 我跟令田師母很好 或是我跟佩穎很好 或是我跟中立牧師很好 所以我來 我是獻給神的 我為什麼可以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講 因為我都經歷過這些事情 在我們二十幾年前 教會還在永吉路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常常碰到一個情況 就是每個禮拜 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嘛 都電話很努力的通知到大家來練習 我常常碰到 到了練習的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 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我就在那邊抱著吉他 然後我就在那邊待一個下午 然後時間到了 我去做別的事 因為那是我跟上帝之間的事情 那當我們有獻祭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對於敬拜神 敬拜侍奉這件事 或是甚至於對於侍奉神這件事 其實我們才會有 比較準確跟不會受傷的能力 我們願意怎麼做 那是我跟上帝之間的事情 旁人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會 但是我們有沒有一種意念 一種認識 就是我要減少旁人對我的影響 因為這是我跟神這件事 因為這是我跟神這件事 我如果願意來服侍神 那是我要服侍神 所以如果我們的服侍跟太多別人牽扯在一起 那我們的侍奉就很難穩定 因為你把你的命運跟別人掛勾在一起 那你會說我軟弱對不對 我需要鼓勵 可以 但我會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可以軟弱多久 之後可以脫離這個狀態 如果我們參與在教會的服侍裡面 半年一年兩年 我們都還持續的停留在 我很容易因為別人的情況而受影響 那其實我們對神侍奉的心智 並沒有長大成熟 那你知道上帝會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那個堅持到底的人 到後來就會被興起來做領袖 那個都為了別人而服侍的人 就會沒有辦法 就時間都會過去啦 就會沒有辦法在這當中 能夠真正的得到生命的建造 所以如果你有很深的侍奉的熱忱 你進到團隊裡面發現 團隊並不如你所想的這麼理想 那我們應該怎麼想 我們應該怎麼想 應該怎麼想 你知道很多時候我們都太小看自己 也太小看上帝對我們生命的旨意 我們常常都覺得我們是要跟著別人對不對 但是你怎麼知道 上帝沒有要你變成改變這一切的人呢 你怎麼知道神不能透過你來使得 這整件事情產生很大的變化呢 那當我們有這樣子的意願的時候 其實神也會讓我們經歷許多生命的功課跟操練 但是慢慢的到有一天 很多的事情他會產生 他會看到果子 果子不會一天就生出來 但是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堅持住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的 好 欸 在哪裡去了 好 在這兒 所以回過頭來講 主所喜悅的敬拜 或者說主所喜悅的獻祭 就是順服與生命的清潔跟正直 那麼人要能夠順服 其實需要認識自己是一個罪人 人為什麼願意順服 是因為不立自己的意啊 人一旦立自己的意 就不會順服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嘛 我是對的 我為什麼要 要聽你的呢 好 所以一個順服的生命 其實它是一個 怎麼說 是一個相信上帝 而不相信自己的生命 很多時候我們都太相信自己 而不相信上帝 我們相信自己什麼 相信自己的學識 相信自己的判斷 相信自己的感覺 但是我們沒有相信上帝 透過環境 透過神的話語 透過權柄給我們的提醒 或是引導 我們能夠順服 我們要知道 我們自己是一個罪人 並且我們是切實的信靠神 而要能夠切實的信靠神 就需要真正的認識神 而要真正的認識神 就要從真正願意更多的來去 接受真理 按真理而行開始 所以整個說下來 我們就說 真正的敬拜 它不是行事 所有的行事 都是敬拜的顯出 我們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來顯明我們 對神的敬拜 或者是 所有的行事都是表達 都是一種涌流 那我們說到了這一步 它才關乎到技巧 所以敬拜是個人的 是生命裡的 但是敬拜的顯明跟勇流 也就是敬拜的服飾 它就需要一些技巧的裝備 所以真正的敬拜 的啟動跟目標 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好 就是以相信 並且領受 耶穌基督的保險 赦罪之恩作為根基 我們因為可慕而呼求神 要先有一個可慕 然後我們願意在意志上降服下來 透過禱告跟讚美 來宣告自己的降服 以及對神的尊榮 然後才進入到聖靈工作的認識 就如同以賽亞書第六章所記 那個其實是以賽亞遇見神之後 他對神一個真正敬拜的過程 他是蒙光照 得捷徑 受安慰 得醫治 然後能夠以真理面對人生 這是一種力量 那當真實的遇見神 經歷神 那充滿愛 能力 奇妙的作為之後 就會漸漸的更認識神 那當我們更認識神之後 我們就更願意降服 將自己降服於神 對吧 更願意敬畏神 而我們更敬畏神 更降服於神 我們就會得著生命的改變 的方向跟力量 所以就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裡面 那就能夠進入真正敬拜者的生活方式 在敬拜者的生活方式當中 能夠得著神要做成 在我們裡面基督生命的榮耀 所以我們的目標其實是讓自己 進入一個敬拜者的生活方式 什麼叫敬拜者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降服順服於神 而降服順服於神 它不會只顯明於降服順服於神 你會降服順服於 看你相信到哪裡 你就會順服到哪裡 你相信今天老闆罵你是出於神的 那就是喔 因為神按著我們所信的 為我們預備喔 然後你相信這個 今天碰到任何的情況 都是出於神的 我願意降服順服於神 我願意在任何的情況下 去思想學習 怎麼樣用何神喜悅的 何神心意的方式去回應 那就會讓我們進入到一個 真正敬拜者的生活方式裡 就會讓我們真正能夠 讓上帝快速的動工在我們的生命裡 好 上帝一直都在等待 他能夠動工在我們的生命裡 只是很多時候 是我們沒有要讓上帝動工 好 這個其實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 那以色雅書六章的一到 第一節啊 一到十節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我讀給大家聽就好了 當烏西亞王崩的那一年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 這所講的是 以色雅在遇見神的一個背景 是烏西亞王崩的時候 烏西亞王崩的時候的意思就是 烏西亞王是那時候以色列人 所期待的一個君王 他是少數的好王之一 那也就是人所看得見的盼望 都失去的時候 人所依賴的 都瓦解的時候 這個時候 特別容易遇見神 所以烏西亞王崩的時候 那麼以色雅遇見了神 然後上面有 撒拉佛勢力 各有六個翅膀 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臉 兩個翅膀遮腳 兩個翅膀飛翔 這指的是 我們對神 在神面前的侍奉 我們是謙卑的 所以遮臉 遮腳是我們也不看自己的污秽 然後兩個翅膀飛翔 是我們倚靠神 我們是與神同行 但是用飛的 那麼再來 彼此呼喊說 聖哉聖哉聖哉 萬鈞之惡華 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他就是對神榮耀的讚美 因呼喊者的聲音 門檻的根基震動 電充滿了煙雲 這就是上帝的顯現 神的顯現 其實是會震動我們的門檻 門檻的根基 就是我們穩定的一個狀態 所以遇見神呢 其實不只是讓你覺得得安慰 不只是讓你覺得很舒服 不只是讓你覺得神很愛你 對於神要用的人 遇見神常常代表的就叫改變 你可以說摩西他遇見神之後就改變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誰遇見神 那個約瑟做夢之後就改變了 對不對 雅各也是啊做了夢之後就改變了 你會發現 許許多多的人在聖經裡面所記載的 當他遇見神之後 他的生命就改變了 而改變就跟原來他安穩的生活 就不一樣了 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對於遇見神其實也要有另外的認識 那麼我們剛剛講 當以賽亞遇見神的時候 當他在這樣敬拜的榮耀裡 他遇見神 但他卻說 貨栽我滅亡了 因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這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真正的進入到神的同在 真正的敬拜神的時刻 因當會產生的一個現象 叫做我們被光照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在敬拜裡面 想到的都是別人的錯處 那可能我們沒有真的在敬拜裡 如果我們真正的敬拜神 你會知道神同管萬有 會兼顧我們的信心 而我們被光照 是會看見 那在這些事情上 神要我改變跟調整的事情是什麼 別人的事情 那就叫做別人的事 什麼意思 就是別人的事 那是他跟上帝之間的事 我們既沒有這個論斷的 權柄 位分 我們也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那麼 然後他說 他說 又因我眼見大君王 萬君之夜華 所以以賽亞是認識神的 他知道見到上帝是 這個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各位 你很渴望 親眼見神的舉一下手 OK 但反過來說 我們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 你覺得你見到神 你想像的場景是什麼 你想像的場景是什麼 你知道我有好幾次 我已經覺得我很辛苦了 然後我都跟神禱告 主啊 你向我顯現 我需要你的鼓勵跟安慰 結果上帝向我顯現都告訴我 哪裡還需要調整 哪裡還要改變 然後哪裡幹嘛這麼軟弱 然後就給我一句話 我與你同在 沒有了 就這樣 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想像一下 要思考一下 我都希望 就是說我們想像的遇見神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場景 當然他會在我們生命不同的階段 神像我們會有不同的顯現 我在大學的時候 第一次非常清楚地遇見神 大家知道我們從很小 就在教會裡嗎 那其實我從十歲就說方言 就還參加大人 那時候以林書房的地下室 有那個半宵通宵禱告會 那我們去參加那種禱告會 反正就一整個晚上在那邊 跟大家迫切禱告 然後那個聖靈的工作 怎麼樣子 像電流一樣 手該怎麼樣子麻 然後有一些牧師來 真的是有力量 還要為我們按手 有的時候 我經歷很強烈的一次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突然間 這樣做事要吹我肚子 然後我知道他沒有碰到我 但我就被一股力量就是往後彈 所以那個是真的 那是真實的 好 但我要說的確實 我有這一些的經驗 經歷 卻沒有讓我覺得我跟神是很親近的 我那時候有一個感覺就是 主要我跟你的認識中間 我覺得還是隔了一層沙 我覺得我沒有親眼見你 雖然我有這麼多的人家所認為的 這個所謂的屬靈的經歷 我有一段時間怎麼禱告都看到異象 然後也很容易為人家發說語言 很容易 但我就是覺得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隔了一層 那我們也會很迫切的去禱告一些事情 但是說實話那時候禱告了 就是都會去研究所謂 到底怎麼樣子禱告蒙神的垂聽 怎麼樣子禱告才是上帝要的 那我為了要親眼見神這件事情 我非常認真地禱告了一年半 然後在那一兩年的過程當中呢 我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年的寒假 當然大學寒假稍微長一點 我看了十四還是十五本的屬靈書籍 每個晚上是徹夜通宵地在看 反正那時候神的軍裝也好 禱告的火也好 反正就是那段時間各種各樣的寫書籍我都看 然後到了有一天晚上 大概凌晨三四點我突然醒過來 我感覺我整個房間在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氛圍裡 我只知道那時候我應該要跪下來敬拜神 所以我在床上跪下來 然後我就看見上帝的腳 但是我看不清楚他的臉 大概那個時刻我覺得我在怎麼樣子 就是竭力的敬拜神都不夠 我感覺到他極大的榮耀 然後神只跟我說了一句話 叫做你的每一個禱告我都聽見 就這樣 但就這一件事情從此之後改變了我 跟神之間的關係跟信仰 我知道我每一個禱告上帝都聽見 然後我相信他是神 那上帝聽見了夠不夠 夠嗎 他需不需要一定要回答你 對我而言不用 反正 他就是說第一個他又愛我對不對 第二個他的老大他全能的 第三個他比我知道怎麼辦 對吧 所以他都聽見了 他不會不理我啊 他不會像某些人或者是我的敵人 聽見了就開始算計陷害我 或者是聽見了就擱置不理不會嘛 對不對 那甚至於聖經明明的教導我們 我們沒有說的話 我們的心思意念上帝知不知道 甚至於還來不及我們想的事情 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啊 那從此之後在我的心裡面就有一種安穩 就是我知道這個 我的每一個禱告上帝都聽見 但是這件事情並不會讓我從此就一路順風啊 對吧 從此就一帆風順 後面就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故事 那乃至於到後面 我說那個時候是我大學的時候 所以神向我的顯現 他讓我明白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我在跟上帝要這樣的顯現 上帝不理我 現在神跟我說話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生命總統的跟過去的狀況不一樣 我不再是停留在需要那樣子的情況 那當我真的很軟弱很痛苦困難的時候 神還是會顯現會安慰我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但是當我們更信靠神的時刻 如果神沒有給我們的 我就相信那我就是不需要 如果我需要上帝一定會給我嘛 如果神沒有給我就是我不需要 如果我不需要我能不能夠好好的活著 可以啊 所以就才進入到一個更深的一個 就是我講說順服或者是敬拜者的一個生命的狀態 那麼我們說 以賽亞當他遇見神了 那麼他發現了自己的問題 所以在敬拜當中應該是被神光照 然後被神截盡 就有一個 沙拉佛飛到他跟前 手裡拿著紅炭 是用火箭 從壇上取下來的 將炭沾我的口 說看啊 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所以前面 神透過以賽亞所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 是 一到五章是 但是 以賽亞有他生命的問題 他所說的話 即使話本身都是對的 裡面有以賽亞 有神要處理以賽亞生命的問題 而他被捷徑了之後呢 他才領受上帝的呼召 他就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拆遣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所以在敬拜裡面 我們會得著光照 得著捷徑 然後我們可以期待 在敬拜當中 我們聽見神的呼召 那神給以賽亞的呼召 其實就人來說 應該不是人會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他說我可以拆遣誰 誰肯為我們去呢 以賽亞回答說 我說我在這裡請拆遣我 這個回答是不是很棒 是嘛對不對 以賽亞願意服侍神 但是神要以賽亞做的事情 是什麼呢 他說你去告訴這個百姓 說你們聽是要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 卻不曉得 就是告訴他們 這個 你們聽見了 但你們卻不會明白 看見了也不會曉得 也就是 後面他就知道 上帝呼召他 就是傳遞神的話 但有沒有果效 有沒有果效 沒有果效啊 該不信的人 還是不信喔 該不聽的人 還是不聽喔 但需不需要傳 要傳 以賽亞傳了神的話 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很直觀 這個問題不複雜 這樣結果就是他寫在聖經裡 對吧 寫在聖經裡 以賽亞說的話 帶來了多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其實 就著侍奉神而言 我們不需要去評估衡量 我們所做的事情 到底在眼前有多少的果效 但是我們卻需要非常謹慎於 我們的內心 是如何的來侍奉 我們要的是什麼 這個卻是要很謹慎的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 敬拜的侍奉 他的核心目標 就是引領人 一起來敬拜神 那前面其實已經有提到一點了 我們今天這邊再稍微補充一下 那我們敬拜 並且邀請人 跟我們一起來敬拜神 這個就是敬拜侍奉的核心意義 我們能夠到神面前來敬拜 這是神給我們生命極大的祝福 對嗎 那我們在神的同在當中 我們知道任何的事情 都可能會發生 對吧 在敬拜裡面會不會有神機其事 會啊 在敬拜當中有沒有醫治安慰 會啊 甚至於在敬拜當中 醫病趕鬼啦 領受呼召啦 這些事情都是會發生的 當然我們也要謹慎於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多少次神機其事 使得我的生命可以改變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段時間我們常辦那個特會 我們就會發現每一個特會 都會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我們叫它特會咖 每一次來當牧師 因為都從國外啊或者是那個特別有恩高的牧師來 他們都會到前面來 每一次牧師為他們按手禱告 他們的反應都非常的激烈 然後每一次他們的問題都還是一樣 請問我們經歷神奇妙的作為 經歷神的能力的交灌跟運行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目標是什麼或者說 上帝讓這些事情發生的目標 神是要做什麼呢 神要做的其實就是讓我們改變嘛 對吧 其實當神的能力或是這種神奇奇事 那是怎麼說 是有上帝的心意 但是其實更多的是因為我們需要 就是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這個我們就過不去了 所以神給我們 但如果我們更加成熟的 你的生命改變一定要神奇嗎 或者說一定要那種很特別的經歷嗎 其實不是的 因為真正使人改變的就是神的話語 我們願意遵行我們禱告 聖靈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力量 他所產生出來的果效 其實就叫我們使我們與眾生獨一同明白 認識神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神的靈的運行在以弗所書第三章 第幾章 第三章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要使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聖靈的工作就是要使我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對不對 心裡的力量原文就是裡面的人 使我們裡面這個人剛強起來 剛強起來做什麼 能夠遵行神的話語 能夠與眾聖徒一起 認識神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能夠使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充滿在我們的裡面 充滿在我們的當中 所以敬拜釋奉 它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因為這是神的同在 這是神的能力 那我們應該要在敬拜當中去經歷神的同在跟能力 因為我們經歷了之後 我們才會建立我們對敬拜釋奉的熱忱 因為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對人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為了這個緣故我們會鼓勵弟兄姐妹 我們要常常敬拜神 並且做深度的禱告 與靈修 我們在神的同在當中 我們去感受 神的靈運行在我們裡面 我們本來很煩惱很困擾很痛苦的事情 你突然間會知道 我可以不用這麼痛苦 而且你突然間會有能力 你就不痛苦了 但是這件事情又有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們知不知道為了我們 要做這個決定來禱告 我有過一次很奇妙的經歷是 曾經有一個人真的讓我很受苦 然後我心裡想起他 就是想要 常常會在那裡想著一些 我知道我不會去做的軌跡 想怎麼樣子報復他 讓他也嘗一嘗這種各種各樣的痛苦 那種種的 因為他真的對我帶來很多的困難跟傷害 那後來有一天我覺得 我的人生我要繼續往前 我不能夠再困在這個狀態裡面 所以我就跟神說 主我決定我要完全的饒恕他 我本來有沒有想起他 他心裡面都像被壓了一個大石頭一樣 就是很緊繃 那我就跟神禱告 然後我又記得我趴著趴在床上 然後我以為禱告完之後呢 就要開始經歷一個修復的過程 然後就會很辛苦 我已經做好準備 但沒想到我禱告完之後 突然間 真的是心頭一鬆 你知道嗎 就是一瞬間就鬆了 然後過去的一些事情 對我而言好像 是很遙遠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特別強烈的經歷到 什麼叫做雲淡風輕 就是好像 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沒什麼事 然後我個人生決定 我就再繼續往前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 當我們在神的同在當中 我們要認識 那我們能夠得著領受什麼 那因著我們得著領受的 這些恩典跟祝福 以至於我們能夠 有這樣的熱忱 期待 弟兄姊妹也在敬拜當中 能夠領受得著這樣的祝福 因為我在敬拜當中 上帝在我的生命裡面 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所以我知道 弟兄姊妹你在敬拜當中 神也能夠做這些事情 在你的生命裡 不論有什麼樣的痛苦 有什麼樣的煩惱 不論你的生命當中 有什麼樣的困難 你在敬拜當中 你願意按照神的真理而行 你向神禱告 那麼常常在神的同在裡面 到了一個時刻 如果上帝要動功 就像那個 波瓦斯 就轉身發現了那個 那個誰 路德 然後後面就是波瓦斯 告訴路德 他要幹嘛幹嘛幹嘛 就是那個神 顧念的時候 到的時刻 你會發現真的很多事情 就像 這樣子 然後就過了 就過了 那當我們經歷了這些 我們期待弟兄姊妹也能夠與我們一起 來經歷這樣的祝福 領受這樣的恩典 這就會成為我們侍奉的熱忱 所以你為什麼要來敬拜侍奉 如果你希望你對敬拜侍奉有更大的熱忱 原因並不是從外面找 原因是要從我們自己在敬拜當中 我們要更多的得著從神來的恩典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講敬拜的侍奉 源於敬拜者的生命 那這個講的就是內涵 就是我們生命的狀態 那這個會隨著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工作 慢慢慢慢一點一點它會累積 那再來敬拜的侍奉顯明於適當的表達跟呈現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具體去做去學習的事情 那這個其實我都覺得做這些事都很有趣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都很願意做 就是這個如果主若願意的話 我如果一天能夠練四五個小時的樂器 然後再幫人家錄音混音 我會很快樂 那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說 弟兄姐妹如果我們真的要來敬拜侍奉神 那讓自己在這些事情上多做一些嘗試跟努力 其實是不會白費的 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家令田師母是從小彈鋼琴 我其實從來都不是科班的 然後都是自己摸滾 什麼爬 摸滾打爬這樣子 但是呢 我為了搞清楚樂理呢 我看了至少十本以上的樂理書 然後我看了懂看不懂 我就想辦法先把它背下來 背到有一天我想要用的時候我就去研究它 到有一天我需要用的時候我就去研究它 那我看這些樂理書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是什麼呢 是當我要尋找答案的時候我知道我怎麼找 就是你看懂看不懂 就是想辦法盡可能的把自己能夠懂得弄懂 那更何況各位弟兄姐妹讓我跟大家來講一下 我在看樂理書的時候 並沒有另外一個像令田師母 或是像現在的我來幫助我來教我 關於樂理的事情 都是我要自己一點一點的去 這個有的時候樂理書買不起 我就在那個啊 那時候金石堂 在中央東路那一家很大嘛 大家有印象嗎 金石堂很大 那時候幾乎是整棟的 我在那邊可以站著看那些樂理書看很久耶 然後就在那邊看在那邊想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照相機對不對 如果有手機的話 那你會發現我整本它都被我拍完 然後再拿回來 拿回來研究 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來侍奉 那接續到上禮拜講的 如果我們想要把最好的獻給神 那最好不是跟誰比啊 最好永遠都是自己嘛 那你覺得你把最好的獻給神了沒有 那當然每個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我必須要說 我不希望說講了這個之後 讓大家覺得好像壓力很大 或是怎麼樣 如果比方說神給每個人的環境不同 每個人確實有的人在生活上 已經非常的艱難了 而他所能夠 現在能夠給的就是這一些些的時間 那其實每個人只要知道 我真的是已經把最好的獻給神了 但是我們又要保持一個 我還能不能夠再給神更多 我還能不能夠更進步的這樣一個想法 其實就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永遠不要變成說 我只要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不是這個想法 而是我還可不可以獻給神更多 我還有什麼可能 我能不能夠把我的生活 種種狀態整理得更好 以至於我能夠更好的來獻給神 我有沒有更好的智慧 把我的生活與侍奉更好的結合在一起 那這些事情都是當我們有侍奉的熱忱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思考這些事 才會去規劃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就會有新的智慧 就會有新的生活的方式 人生就會產生改變 其實這個東西它都是連帶在一起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